常听人说,在不同的时机,因选择松弛,某不仅比较有感应 请问,这样是否如法? 也如法,也不如法 怎么说如法呢? 对于信心不坚定的人如法 对于信心坚定的人不如法 信心坚定的人,他就一句名号就到底 决定不改变 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生病要找药师傅 小哉要找地上菩萨 那也如法,不能说不如法 所以都要看自己这个信心跟愿性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山西小院这些有了感动的时候 你要送地上菩萨我并不反对 所以我告诉你,送地上菩萨是化解 这个愿性战主 目标在此地 那你如果很有信心 阿弥陀佛无量寿经也能化解 那就不必再找这个麻烦 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呢 那你还是用地上菩萨也可以 第二个问题 他说有不少居士看了山西小院影片 原来送无量寿经的 改送地上菩萨 原来持念阿弥陀佛的改念南无地藏王菩萨 请问口服这样做 你按这也会不同 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那个功德殊胜 比念地藏王菩萨名号 殊胜多了 但是你得不到感应 为什么得不到感应呢 是你送经念佛不诚心 你里面有怀疑 你有夹杂 你有间断 不是那个经不灵 那个经是非常之灵 你们有诚心 你真有诚心呢 你看到山西小院 就心里不会动摇嘛 一动摇的时候 就知道你们有诚意 但是 改念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名号 也行 还是要有诚意 念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 他的一个目的是 消业障 你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那是往生进度 是去做佛去的 那怎么会一样呢 这个是消业障 那山西小院都了 你很有感动 就是说 你念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名号 那个沉心 那种沉浸 超过念阿弥陀佛 好不好 好 那可不可以这样做法呢 可以 你把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 暂时收起来 地藏经 地藏菩萨名号 念三年 三年业障 消了之后 你再念无量寿经 再念阿弥陀佛 会更殊胜 那么这个就是 由你安全其美了 修行呢 第一是消业障 业障不消的话 总是障碍 所以业障的障碍 业障一定要消 这个是 这是一个方法 可以提供大家 做参考